其实学生也可以加入老人共餐的行列 向瑞芳高工的学生就特地组成了世代之工 他们利用离共餐时间来到了地方和长辈们同乐 除了一起共餐以外 过程当中也设计一些小游戏和长辈们互动 希望带给银法族一个健康快乐的好心情 冬川里今天的共餐很不一样 一起瑞芳高工的学生在校长的带领下前来与长辈们互动 校长表示这群学生是学校的世代志工 希望走进社区为民众服务 而银法族长辈也是学生们服务的对象 有这个机会参与我们农川里的共餐活动 现在他们也在带着这些我们的银世代的老年们动一动走一走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感谢瑞芳高工来跟我们做世代合荣的活动 校长跟我们理事长很积极在促成这个事情 我们理事长也跟我们志工团队沿上了很久 所以才能够促成这个活动 办这个活动最主要是由年轻人一代传一代 然后让老年人吃饭的时候更活泼 他们带动老年人的一个活动 冬川里长以及社区理事长都表示 看到学生愿意来参加地方的共餐活动真的很开心 这些长辈们就像看到自己的孙子一样 饭都不自觉多吃了几碗 而在共餐前大家还会一起进行小游戏 让长辈们动一动 这三次参加这个世代志工的服务 我们的不只是服务而是学习 学习遇到人怎么相处 怎么带领老人就是运动 然后因为老人他们其实在家里 都是就看看电视啊 可能他们不会想要动 那如果说大家聚在一起一起动 有人陪伴的话 他们会比较愿意 我是荣川里的孩子 来荣川里这边服务 觉得很开心 高兴的这边服务来帮助他们 学生表示来这里共餐就像看到 自己家的阿公阿嬷 感觉很亲切 也希望透过他们的努力以及互动 让长辈们可以更开心更健康 谢谢大家 六方厂报道